新款小小乐 开盖有惊喜 今天玩小小乐 不考试 真的吗 太好了 但你们只能选一个哦 我宣布 先走投小乐 游戏开始 其实 这四个小小乐里全是作业 小朋友们 你们可千万不要发送一一 告诉小学他们 快来看 听上小作业了 原来 这就是老师的新款小小乐 我们要接几分作业嘛 我才不接 谁喜欢作业 我还是接几分吧 我应有惊喜呢 作业我接 是八十 我也接 也是八十 小学 你头像怎么有高级 还是作业一百份 你们的头上也有 宝宝们 作业消消乐 接到多少份作业 就能少写多少作业 小雪熊妹 暑假作业减少八十份 大宝作业 还是一百份 作业八十份 消除成功 太好了 真的写二十份了 不要啊老师 我不要写一百份作业 我也要玩作业消消乐 第二轮作业消消乐 开始 这次我一定要多接几分 作业消消乐 一次接一个 有了 把小雪熊妹的抢过来不就行吧 我可真聪明 我接 我接到了一百 我也接到了一百 太好了 再也不用写作业了 拿了吧你们 大宝哥哥 你怎么抢我们的作业本 一百一百十 我才是不用写作业的 作业一百份 抵消成功 这个真是太好了 可是大宝哥哥 你头上的作业 怎么变成了一百一 作业一百一 等待消除 我明白了 大宝哥哥只有一百份作业 但是接到了二百一十份作业本 所以 还有一百一十份作业 要消除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不想写一百一十份作业 我以后 再也不想别人的东西了 小朋友们 喜欢今天的故事 就点个赞吧